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报名说 这期话题们说的是 日本想和美国肩并肩平起平坐吗 四季中行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美国 得到了相当隆重的欢迎 不但在美国国会发表了演讲 还坐进了拜登的总统专车 体验了一把大头领的感觉 这一次日美两国签署了大批涉及军事合作的协议 并且对外表示安全合作关系全面升级 这让外界感到有些诧异 日本已经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 最铁的铁杆 无论是国土市场还是军队情报机构 甚至是日本人 基本上都完全向美国开放 日本大政方针的实行和主要官员的任免 都要经过美国的点头 这么铁的关系还要如何升级呢 根据国外的新闻报道 岸田文雄谈到了这次访问的几个要点 他表示日本将和美国肩并肩站在一起 对于日美关系来说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改变 如果是真的话 两国无论是战略经济还是军事 长期以来是主谱关系 美国下指令 日本去落实去执行 日本是从来没有资格与美国 平起平坐肩并肩的 这种地位的提升 显然就不是岸田文雄能争取来的 而是美国的刻意安排 美国之所以要提升日本的政治地位 是遇到了没法解决的困难 它需要让日本承担更多的责任 岸田在美国的表态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摆脱日本 防务搭变车的这么一个形象 意思是多年来 日本一直靠美国保护 日本享受了福利 却没有付出成本 所以对美国不公平 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 为了体现反法西斯阵营的权力 联合国才安排了日本驻军 但是美国为了反共 反搜反华战略目的 独占了日本驻军权 理论上说 美国驻军的主要责任 是为了防范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而不是以日本为基地 危害东北亚的安全 假如当年中国美国苏联 一起在日本驻军 那么日本就根本不存在什么防务问题了 更不会有搭变车的说法 所以日美制造这种舆论 是打算推翻二战后的世界秩序 把全球的格局重新洗牌 那么日本是否真的可以成为 美国肩并肩的伙伴了呢 这恐怕是日本的一厢情愿 除了以色列 美国从来不会用 平起平坐的态度 对待任何一个盟友 哪怕是为美国独立 做出决定性贡献的法国 也经常遭到美国的戏弄和背叛 美国口头上说 要让日本肩并肩 其实是要日本拿出更多的资金和资源 来服务于江河日下的美国霸权 美国向来靠两把大刀打实践 一是美元 一是美军 核心是美军的强大威慑力 谁不听话就收拾谁 但是时代发展到21世纪的20年代 美国由于制造业的衰退 政府债台高筑 美国要想维持现有的霸权军事地位 越来越困难 无论是陆海空军的装备 还是导弹武器 美国都面临着价格高 产能低 交付周期长的困难 尤其是以海军的装备最为严重 最近美国海军部正在被国会痛骂 指责他们花了几千亿美元的军费 却连护卫舰的造不出来 当然了 美国的国会也很清楚 骂海军是没有用的 美国的船舶工业的全面崩溃 不是几千亿美元的军费 就能够挽救它 不过世界造船第二第三大国 也就是韩国和日本 都是美国的盟友 把军舰制造外包给他们 不但可以保质保量保工期 还可以带账 让日韩政府去垫付 在导弹武器雷达系统这些方面 美国也可以照此办理 这就是肩并肩的第一项实质内容 第二项实质内容 就是让日本突破和平宪法 允许日本直接出兵 帮助来着顶替美军执行某些任务 比如说在东海 让日本亲自出动 同中国争夺钓鱼岛 在南海 让日本出面 支持菲律宾与中国搞对抗 正知让日本直接出兵 干预台海 如果中日之间爆发了战争 美国可以事前决定 是否参战或者是参加到什么程度 中日两败俱伤 是最好的结局 就算日本被中国轰成一片废墟 美国也没什么损失 这么简单的逻辑 岸田文雄不可能想不清楚 但他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岸田文雄不干 美国人可以立刻换一个人来肩并肩 当然日本人也不是傻子 恐怕比美国人还会算计 二战以后 施加给日本的这些政治枷锁 能挣脱一点是一点 真的要于邻居中国拼劳命吗 美国人怕是忘记了 二战时珍珠港事件的教训 好 这句话题就评论到这里 感谢您的音乐 我们很感谢您的印象 今天的节目 请订阅您的观看